前面的作业部分,请各位就是教这个 把前面的函数,这样你要把这个 档案先上传到云端 然后分别在这个 档案里面分别把这些,我有做的,我没做的,你们自己把它做一下 应该蛮简单的,Write,然后LEN,这边其实LEN蛮简单,算里面几个字 Train这个比较难,这个的话 公司云端白板上面也有的参考,你们可以拿来用用看 然后综合练习,这个的话用Test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就是录制巨棋,我是直接把它按右键 复制一个复文在旁边 主要原因是 或者你可以把它改名称,这个名称也许叫什么,重新命名 这个名称也许叫巨棋 或者这个叫 它预设是给你一个复文 你这边也许可以给它一个名称,叫巨棋 OK,这样的话就比较清楚了 最后 我希望得到的结果 就是除了可以录好巨棋之外 你也可以直接按这个按钮 它会自己执行 OK,这样蛮方便的 那等于是 不管你是在你的Excel里面也好 或者是说你是在Google的试串表也好 其实都可以做出类似自动化的结果 清楚串接 那这个怎么做的啦 最后其实如果说 你要做两个按钮 这两个按钮怎么做出来 其实蛮简单的 插入里面就会有一个什么 绘图 有没有 那绘图部分的话你可以怎么样 就是直接找到那个哪一个形状 当然不一定要完全跟我一样啦 你如果假设说 你说老师我觉得你这个形状不好看 我想要找一个别的形状 也OK啦 比如说你可以找一个,但也不要怪怪的 看我是选这一个啦 就是圆角举形的这个选 这个 我就是插入贵图里面的话 图案里面我找到这个 然后 我怎么样产生这个图 它其实蛮简单的 选它之后 然后在底下拖拉 然后里面的话快点两下 输入那个你要的文字 串接 OK 那这样子 做完之后大小自己调整 颜色也自己调 如果你觉得 预设的颜色不好看 你可以填一个别的颜色 字的颜色也可以自己改 这个我想自己再去 把它美化一下 最后OK之后的话 前面好像大概就是这些功能 那按储存就可以了 那你会发现这边就多一个按钮出来 那你可以点它一下 可以移动它 那一个 之后下一个怎么做呢 下一个其实你一样 再插入 这个 这个 绘图这里 插入绘图 然后第2个的话 一样怎么样 你就找到 圆角举行 然后拖拉一个大小 点两下之后 把它改成叫 清除 OK 清除之后的话 多一个Enter 好 然后颜色看要不要改 清除我换个颜色 看要不要改个红色 有点怪怪的 然后 然后 渐层的 这边有渐层的感觉好像更 感觉好像比较漂亮一点点 这个颜色我想你们自己再去 再去选好了 因为这颜色其实还蛮多 关闭 那这两个 移动的话就是点它 移动它 那大小如何调一样 你会发现你移到 大小一样的话 它会上面跟下面好像会match 这两个 这两个一样大了 你可以把它移过来 好 但是目前 你点它 它不会有 这个程式执行吗 点这个也不会执行 那要怎么样执行 你可以 点这边两点 指派 这个什么 指派指令 那指派指令 部分 特别注意 你要打上的就是 你给它的 不是你给它的名称 因为我后来其实是有做一个名称上的修改 所以后来我把这个 录制好的名称 Function部分 我把它改了 它原来名称好像叫 MyFunction MyFunction 那我把它改成我要的名称之后 接下来呢 我知道如果清楚 我名称改这个 当然你说老师是不是一定要改 我是觉得 如果你改的话 风险比较大 因为 我是怕将来你们执行会发现问题 那如果你不改没关系啦 我把那个 刚刚不改的这个部分 我再 再做一次 比如说我如果不改的话 我改的结果 假设你如果有改的话 那你就用方悬后面的名称 直接给它就可以 比如这个叫清楚 跟刚刚 上面的名称一样嘛 所以你指派 你就是直接 给它的名称就清楚 然后按下去看看 有了 执行了 那这个的话就串接 那再试一下有没有串接 有串接 那这个前提是说 你已经在这个 扩充功能里面 AppSquade 里面你已经改了名称 但是跟各位讲 那个改名称 它不是说马上改 马上更新 它好像会有时间差 也就是你改了名称之后 有时候你刚开始Round会失败 那你可能要等一下 因为它两边要同步 它会把这个名称同步到云端上 所以过一阵子之后呢 才会成功 OK 所以如果假设你Round不行的话 你可能等它一下下 那这样的话应该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 清除 串接 这样就OK了 好啦那请各位 试试看好了 最后我是希望做出来 就长这样子 那至于按钮颜色 跟大小 样式 你们自己决定 当然我刚刚讲的是说我已经改了名称 如果我没改名称 那比如说我把 刚刚的动作再做一次 如果我没改名称的话 刚刚我们录制的 其实就是先录什么 先录制那个 清除嘛所以有不要放这边 Ctrl Shift向下 然后把它储存 这个叫清除 然后 然后 再录 第二个的话 就是 我们录第二个的话是 串接 所以扩充功能里面 一样录制 然后 有不要点这边一下 把公式输入 Enter 然后让它填满 这边把它填满 OK 然后它储存 这个叫串接 好那你会发现 这个 刚刚又录两个 你会发现如果你把它执行那个什么 Appscript 它里面的话呢 就会又增加两个 其实你大概可以看程式大家就知道了 这个Clear的话是清除 输出公式是这个 所以将来 如果你假设没有改这两个名称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当成是清除 My function应该是清除 所以 如果你不用 你如果不改名称的话 你也可以另外一个方法 这个是清除 这个是串接 所以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你可以把这个的名称 这个修改 按右键可以修改 指派的话 就可以把 这个My function Ctrl C 然后把它贴到这边来 那这边这一个 这一个的话叫什么 叫My function 1 OK 把他串接输出 应该OK 清楚 也没问题 所以这个名称 不见得一定要改 那你改了之后也没关系 改了之后记得 他不会马上更新 通常好像会隔个 有时候一两分钟他才会更新 所以 有一种情况你改了之后 奇怪怎么 前面我对应到的 却没办法work 那你可能要等等看 OK 那所以 今天的练习作业 请各位完成 这个把 Easeal的档案 传到 这个 云端上面 并且填 把那个公司练习一下 最后的话 也试试看 这个 比较 进阶的应用 其中的话就是 如何在 那个 就是 Appscript里面 录制 就是 Google云端的 试算表里面 录制聚集 画面先还给各位 来 切换给各位 所以 今天的作业练习 请各位就是 把这个做完 做完之后的话呢 在档案的右上角有个共用 有没有 共用的部分的话 请你就是 直接给我 这一个 档案的连结的 短网址就可以了 QR Code不用 你就是 直接把 短网址 干脆短网址 如果你要QR Code也可以 短网址加QR Code好了 就把短网址 跟QR Code 一样产生之后 贴到Word里面 然后呢 直接给我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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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